8月3日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 为协助推动香港特区政府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特别制作了一首由荣祖儿演唱的抗疫歌曲《全程哒哒哒》 希望能够呼吁更多香港市民接种疫苗 户籍户人 当日出席歌曲发布会的嘉宾 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谭耀宗 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香港特区政府实务及卫生局局长陈兆时等 谭耀宗在会上表示 希望通过这首歌曲的传唱 促使大家携手向群体免疫的目标迈进 我们也很感谢得到文艺文化演艺界的朋友的支持下 我们又制作了这首《全程哒哒哒》的歌曲 这个歌名都比较活泼 又希望大家容易记得哒哒哒 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能够表达出社会各界 我们是携手达至七成 最近有些专家就要九成的接种率 这个共同目标 希望早日能够达至到群体的免疫 另外也都可以争取两地 香港和内地是早日通关 令到香港的经济能够复苏 令到我们的市民 大家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 聂德全在会上呼吁香港市民尽快接种疫苗 他强调新冠疫苗接种是唯一有效为香港建立保护屏障的方法 以尽快恢复通关 跨境出行 并恢复经济及正常社交活动 疫苗接种计划推行以来 今天是第159天 已经过了五个月了 我们目前来说有大约330万名市民 已经是接种了最少一剂的疫苗 所以很快就已经是占我们合资格接种人口 就是12岁以上的人口一半了 我们按照这个速度 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保持着 每天新增打第一针的人数 继续维持在起码有3万人 我们都有机会 能够在下个月底 就是9月底 能够可以达成有七成的合资格的接种人口 是打了最少一针